這一題也是一個正公音數 兩個數的正公音數或者說最大公音數的一個應用 那在講這一題之前我們先講一個叫Background Knowledge 一樣我用48跟36去做他們的做例子 那因為48跟36是我們一直常常在舉的 他們的最大公音數就是12 那也就是說超過12以後就沒有他們的公音數了 但是呢我們再把12去做分解 12有哪些因素呢 有1是不是就有12 那再來有2就有6 再來有3就有4 所以是不是有1 2 3 4 6 12 所以呢也就是說在12我們把那個最大公音數找到之後 最大公音數找到之後 再把最大公音數裡面的所有因素找出來 保證這些因素都是48跟36的公音數 那在公音數裡面最大的就是12了 所以呢 秦賊先秦王這句話就是對的 秦的是什麼賊呢 秦的是什麼王呢 我們找的王就是最大公音數 找的賊就是他們所謂的公音數 那公音數裡面最大的當然就是王就是12了 所以記得切記我們在找所有兩個數的所有公音數的時候呢 先把一個東西抓出來 就是這個秦賊先秦王 先把最大公音數抓出來 最大公音數抓出來之後 我們把它的因素寫出來 所有的因素都會是這兩個數的公音數 以上的解說 解說完的時候 我們來解這一題 147跟189很簡單 好這裡呢 我們直接用7去除 7、20、14、7、17 7、20、14、7、7、49 再來用3去除 所以3、7、21 3、9、27 在這裡呢 我們就知道了 所謂的他們的最大公音數就是 147跟所謂的189的最大公音數就是21 那有了21之後呢 我們把秦賊先秦王 我們找到了最大公音數 那21有哪些因素呢 21的因素就是有1就有21 再來呢 2、3、3跟7 好這裡就空到太大 我們就把它合起來 所以事實上他的因素就 1、3、7、21 好有了這些之後呢 所謂的正公音數有哪些個 就是1、3、7、21 好這裡就是第一題的答案 1、3、7、21 好總共有幾個呢 有4的 那正公音數的合呢 太簡單了 這題是變成很國小的問題了 就1加上3加上7再加上21 那解法上呢 3加7是10 10再加它是31 再加它是32 所以呢這裡答案就是32 我想這題就是這樣 那希望同學對這裡有所領悟 同學們加油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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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